走进店里想外带民众担心买汤面闷太久糊掉 避免口味变味要求店家分开装 却被要求家务员到底合不合理引发讨论 事发就在新竹中正路上的一家民店 一般外带汤面都会装起来 使用风膜封起来 不过民众反映24号中午12点多到店家买面 特地告知要汤面分开装 店家表示要加五元 民众直说第一次碰到需要多收钱 老板娘说消费者要求他们得花更多时间以及人力 因此才会告知需要多收费 而消保官方面表示 虽然店家没有白纸黑字 不过当下有告知就不违法 就看消费者愿不愿意接受 TVBS新闻城市民衍生分新竹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